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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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 這八片就是一個 又自卑又內向 又很害怕 因為都是好像用這個眼睛去看這個都市 因為我不是來自於大都市的孩子嘛 我都常常從我住的地方走到公司嘛 走一段路大概20分鐘 從敦化南路圓環那裡走到光復南路 然後呢我第一次就是遇到台灣的冬天 我就要去買一件外套啊 然後我就捨不得買一件外套 我想了好久放回去離開那家店又進去 又看了好幾次又出來又再進去 然後我就把它買了 當把它買了之後呢 可能我的零用錢就花了 差不多兩千多塊台幣 那時候很多啦 我還記得我好像有問我弟要不要 應不應該買 好像是打電話吧 然後就說媽媽說反正冷你就買吧 其實這種打拼的時候 我覺得每個人理想背景都會有的心情 我印象蠻深刻的 舞台上的我 也不是完整的我 如果沒有你 所有我你都顯得更寂寞 怎麼有一天我遇到一個人 就是我這一次的A&R 她說 為什麼你不再出唱片 我說因為我生了小孩 我不知道我 我 我為什麼要記得再唱歌啊 我又有做演唱會 我沒有辦法在做演唱會巡迴的時候 做唱片 我就不夠專心 因為沒有人 想到我唱歌也是一種創作 我也需要沉澱 不是只是一個開關編曲來了 你進去錄音室錄兩天 錄兩個禮拜你就錄完了 不是這個機械的東西 所以我沒辦法很快的完成 我知道 所以我在巡演的時候 根本沒有辦法開會去聽歌 然後我只想說 我巡演的壓力也好大 我回到家也有我的壓力 我只想透透氣就好 不想這麼忙 所以我也有我的節奏 我覺得這就是我的節奏 我自己思考過整理好了 我想做了我一定會把它做得更好 我覺得就是靖茹的感受度是非常強烈的 然後我覺得其實他的歌聲也是這種創作 我甚至可以說靖茹也是某種形式的創作歌手 這個東西其實是讓我蠻感動 就是你也可以catch到他這種生命的軌跡 所以他參與的部分其實很多 那我就是想辦法可以讓他自由的唱 那當然我們的AMR就是黃婷也做得就是很好 因為有很多的歌詞的那個細膩度啊 歌曲的concept 我覺得把我們的專輯的一些各個面向都有顧到 製作過程啊好開心喔 從來都沒有這麼乖的 每天都是去健身玩去錄音室的 帶著愉悅的心情 三個人嘛 黃婷 中成虎 梁靜茹 就這三個人永遠在錄音室裡面磨 這整張專輯都是我們三個人開始做出來的 然後直到拍照這些瑣碎事之前 都是只有我們三個人 還有我的經紀人一起參與的會議而已 製作曲當然聽了非常多的demo 那從頭到尾都是進入了參與的 那我覺得他自己已經很認真的下了功夫 在這個上面 基本上我們在討論歌曲的時候 聽歌的時候都是很快樂的啦 因為你知道像他對音樂那種直覺 或者是想要詮釋的東西 或是對於作品的欣賞 我覺得他可能會讓一些寫歌的人 很喜歡寫歌給他 基本上這個人 在大家這麼需要的狀況之下 已經七年沒有發片了 我覺得他的Vocal就是一個主體 然後他把他的生命的這些感動 或者曾經有過的傷心 或者是別人的故事 他自己的感受 他對這個世界的情感 都可以表達在裡面 我覺得進入他自己 在專輯的過程中 他的主導性也很強 所以他有他想唱的東西 所以我們都選一些很好的旋律 像現在聽到女歌手的專輯 大家都飛來飛去的嘛 對 可是進入就是 好像還是可以定在那裡 他就扮演你在你心裡的一個位置 我很感謝在我的際遇裡面 我所有每一件認真的事情 旁邊幫助我的 或協助我達成這個願望的 每一個人 他們也都如此的認真對待 所以這事情才能夠很完美 每一個人都很認真對待我的事情 所以我很感謝 你知道有多麼難 你們你要去要求 不是你的家人 不是你的親密愛人 你要對一個人 如此的認真跟放心 把最好的都給你 我覺得我就是要感謝這個 大家都把最好的都給我 這一切 拍MV的某一個小細節 這些 謝謝你們 參與了這每一個的認真 讓我們這麼完美 所以我想要跟進入講 就是說你已然完成一個看似 不可能完成的一個女人 所經歷過的事業 我覺得經過這麼多年的 這個成長生活 你應該非常清楚自己是誰 要什麼 所以我期待你的音樂 是更確定更勇敢 更你的一個專職 這個行業這麼多同行 藝人歌手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經歷 像你這樣的過程 所以站在這個點 回看過去二十年 我覺得你應該有足夠的勇氣 跟能力 在你的歌唱生涯的這個階段 找到一個梁靜如的一個開始 加油 二十年 二十週年 你還不穩 在這兒 你會有什麼 ? 會 打?